好久没有给大家拍美国Costco的视频了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Costco 现在已经是早上十点了 人已经很多了 我们赶快进去 今天主要目的是给大家发现一些新的 低碳水高油脂的饮食 适合比如说低碳饮食的朋友 生酮饮食的朋友 还有一些无肤质饮食的朋友 我们赶快进去吧 美国疫情还是没有好 进去之前把口罩戴好 到处都是车 油鱼丝 这种油鱼丝呢 它碳水就比较高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碳水 像这种油鱼丝就不要买 21克很高 不要买这个 发现了一个新的生酮的零食 这个现在降价3块50块钱 大家看一下Keto Friendly 那它是否真的Keto Friendly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头应该是Palm Crisp 所以这个是零食 然后里头是每30克是6克碳水 但是3克鲜薇 所以就是净碳水3克还可以 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成分 当然是帕拉玛奶酪 各种坚果 但是它有一个东西 大家看一下 Multra Destrian 这个是糖 但相对来说糖的含量是比较少的 大家看一下 添加糖没有 1克 所以这个应该可能就是这1克 就这个东西还可以了 还可以 如果你希望吃生酮零食 这个还可以 可以考虑 我也拿一个 加以后给大家扛了一下 大家打开看一下 里头什么样的 这个小圆片是帕拉玛奶酪 然后还有一些坚果 其实口味真的很好 强烈推荐 那么Costco有很多各种坚果 一般来说 坚果就是不希望大家买那种 加了很多口味的 生核桃是可以买的 然后这个大杏仁 没有添加什么口味也可以买 Costco的这个Piscaccio 也就是开心果 也是非常便宜的 这个是烤过里头加了盐 但是这没有壳的 我们看一下坚果 就是最好的生红的坚果 就是这个 而且这还是有机的 在Costco是最便宜的 这是夏威夷果 这里面还有一些盐 那么这个是23块9毛9 这个是极力推荐的 大家去买 Costco的很多零食 包括巧克力 其实都是糖很多的 比如说这个 有蓝莓的黑巧克力 它说是黑巧克力 但实际上我们看一下 它后面糖的成分 每30克 20克 所以这个不行 添加糖就有17克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成分表 要小心 找到了一个生铜的 所谓生铜的零食 那么我拿了一个给大家看 因为现在人太多了 这是黑巧克力 其中里头加入椰子 南瓜籽 奇亚籽 南瓜籽 藜麦 和葵花籽 看一下它这个 9克碳水 也就是一昂斯吧 28克9克碳水 还挺高的 然后3克纤维 然后这个 这个石膏 喝喝喝两克 也就是说 吃险糖醇 这里头有 那这个两克吃险糖醇 但它是不是飞转基因的 目前看上去还行 因为这是有机飞转基因 还可以吧 如果说你要把9克都算进去 我觉得这个可以买 而且现在才6块多 买一个回去尝尝 我给大家回家以后品尝了一下 口味非常好 但是车里有点热 它有点化了 要放冰箱 里头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个巧克力的颜色很好 口味非常好 也不是很甜 极力推荐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标有无糖的 生铜的巧克力杯 大家看一下 14块9毛9 然后它说是1克的净碳水 那我们看看它的成分怎么样 每一块是17克 9克碳水 4克纤维 也是4克的 赤险糖醇 我们看一下成分 赤险糖醇 OK 这里头还添加了 这个玉米提炼的 纤维吧 但它有这个 生铜标记和 飞转基因 所以我们可以 可以猜测它的 赤险糖醇 是飞转基因的 就这个还可以 但是大家在吃 生铜零食的时候 也要把它的碳水 尤其是总碳水 考虑进去 美国人是真 美国人是真的喜欢Costco 而是这里吃的真多 大家看一下 moon cake 黑巧克力 月饼 看上去健康是吧 看一下后面的糖 每两块25克 14克糖 一半都是糖 其中添加糖是11克 所以大家要小心 这个是不能买的 这边又有一个生铜的 所谓的杏仁粉做的一个小点心 看一下 这是个小饼干 还有巧克力饼干 一块130卡洛里 还可以卡洛里 碳水12克 其中两克纤维 那么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赤显糖醇的糖 9克 哇 赤显糖醇是第二个成分 说明它里面放了不少 还可以吧 这个 然后还放了stevia stevia 大家看stevia 还放了munk fruit 所以这个估计比较甜 如果你不怕甜的话可以吃 但是大家要把这12克 总碳水放到你的美甜总量里 这个我不是特别推荐 我自己不会吃 那么你们可以自己选择 但是它总比那种传统的巧克力饼干要好很多 这边面包都特别多 但是如果你肤脂过敏 是生酮或者低碳的 这些就都不要吃了 这边都不要吃 另外一个产品我推荐 就是这种片状的杏仁 切成馅的这种 它非常便宜 而且这主要是用于生酮烘培使用 这一包能用很久 所以呢 推荐大家买这个 我又找到一个生酮零食 没想到现在真的是生酮食品真的是很多 朋友们就说明这个生酮在美国是 广泛收到大家的欢迎 8块钱 这是像小饼干一样 像小的cracker 4克净碳水 而且有机的 纯有机的 其中有南瓜籽 杏仁 果麻籽 你看一下成分 一定要看成分 20克 每5片 7克碳水 2克 纤维 他也用了 sugar alcohol 看用的是什么 哇 这里有 棕米粉 sapioca flour 那么他也用了这个 赤咸糖醇 还可以 大家可以吃这个 因为是降价嘛 我也买了 拿回家 给大家来拍一下 这个是什么样的里面 像这种生酮的这种小饼干呢 还是咸的呢 不好买到 自己作为比较困难 这里头还有坚果 是这样的 就可以抹上 比如说芝麻酱 花生酱 黄油 还有就是 椰子黄油 都可以 大家找两款生酮零食 这个可以放在酸奶上的 Guanola生酮低碳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蓝莓肉桂味的 5克蛋白质 零鲜加糖 34克 一般不会吃34克 多11克糖 4克纤维 5克蛋白质 成分还可以 成分里头都是坚果 然后添加了这个 赤咸糖醇 罗汉果糖 如果说 在酸奶上放一点 是可以的 你不用吃10克就可以 就这还可以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像小饼干似的 肉桂味 然后它写的是 无肤质 纯素食可以吃的 比如说黄油 什么鸡蛋 这里都没有 每36克 14克碳水 11克蛋白质 有点高 它用的是豌豆蛋白 所以它蛋白质高 但它碳水也有一点高 而且用了sunfloor oil 这个葵花紫油 不是特别好 这个一般 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不过我不会吃这个 我们已经找到很多 生酮的这种零食了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可以买 12块多 有点贵 这个10块钱 但这个我就不买了 不要买这个 一个生酮零食 我已经给大家拍了好多了 这个是帕拉玛奶酪做的 我吃过这个 很好吃 可以有那个土豆片的感觉 而且蛋白质非常高 碳水的确很低 因为它就是帕拉玛奶酪做的 你看一下 如果你吃19个的话 碳水是1克 所以这个是 可能是目前为止 我拍到的最好的 最好的生酮零食 10块钱这么一袋 我在店里 后来手机没电了 但是买回了这个南瓜籽 南瓜籽呢 是可以补充美 鲜 和很多其他的矿物质 极力推荐大家当小吃来吃 好了 还拍了很多其他的好的食品 但今天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 下回再介绍 Costco 其实有很多吃生酮 低碳和无肤质朋友 可以吃的东西 欢迎大家关注猪猪健康生活 欢迎点赞转发 赶快去Costco买吧 现在好几款都在降价 哦